看看新闻网 奔忙打点的身影 而早上十点半的时候 大厅一侧的座位 已经坐无虚析 六叔在香港影视圈 举足轻重的地位 可想而知 当年陪伴六叔 一同打拼事业的 邵氏旗下 一系列明星 是最早到场的 邵音音 陈关泰一并前来 万子良 狄龙 李修贤 惠英红也随后赶到 曾参演包括 表错七日情等 多部邵氏电影的钟振涛 当天也前来悼念六叔 我印象中 有一次是 大概是八年前左右 看见他也是参加一个活动 他走路的时候 还是跳来跳去的 很有活力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 六叔接管TVB后 初期捧红的包括 梁朝伟 黄日华 在内的无线无虎当中 刘德华现身了追思会 只见刘天王在走进大厅前 刻意脱取了外套 十分庄重 随即拒绝了 媒体的采访要求 禁止向李唐走去 同样从TVB走出的 影视天王梁家辉 也和友人一同前来 昔日的TVB萤幕 女王钟楚红 穿着黑色外套 配以珍珠项链亮相 优雅依旧 阿姐汪明泉在离弊后 凝望六叔遗诏许久 而TVB如今的 当家小神花旦 马国明 陈法拉等 也都前来 歌手方面 天王张学友 天后荣祖儿 也前来道别 而除此之外 我们熟悉的香港明星 曾志伟 唐继礼 张家辉 吴梦达等 都一一亮相 虽然大家都觉得 老人家年纪那么大 但是还是 一看到照片的时候 还是会 还是会觉得很难过 邵逸夫早在 102岁时 就已经卸任 TVB行政主席一职 交由妻子方一华 全权掌管 因此六叔的离去 目前对于 TVB的运营状况来看 并不会产生 一时的负面影响 娱乐新天地 六叔是个传奇综合报道 好 祝福六叔 你都走 好 祝福六叔